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佐 大家都知道我對球衣蠻有研究的 但是都不知道我對球鞋其實也很有研究的 所以我有另外一個稱號 叫鞋身索爾 那我今天呢為大家推薦一雙不錯的籃球鞋 就是這雙 Westbook Why Not 0.1 Jordan在跟Westbook簽約的六年之後 才為他量身打造出的第一款球鞋 所以其實我個人還蠻期待 會用一個什麼樣的技術 跟什麼樣的一個科技 或者是設計用在他的身上 其實他跟以往的一雙 以往的球鞋其實就比較不同了 就是在於說他的一個鞋帶的設計 他是屬於用一種比較隱藏式的鞋帶的設計 來呈現這樣的鞋子 那其實這款球鞋呢 在前面上面的這個魔鬼簪 就已經讓整個球鞋的包覆性就已經很好了 那我必須得強調一下 他的後面的這個橡膠的部分 有對腳踝做了一個支撐 那就是因為其實 其實Westbook在場上的一個爆發力來講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這雙球鞋一定要為他的一個爆發性 因為他其實在場上是除了很多衝籃的動作之外 那他的肌肉的爆發力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球鞋一定要做到這樣的保護跟緩衝的功能 他才會比較適合他 那除了這樣的一個狀況之外 他的這一個橡膠呢 是為了他的一個腳踝後跟的一個支撐 不要讓他在場上會有太多的一個 太多的這個腳踝翻船的一個可能性會發生 所以他後面做了這樣的一個支撐 腳底是用一個全腳掌的Zoomail的系列 所以再加上說他的鞋底的部分啊 是非常平的 那也就是說讓整個腳的一個貼地的感覺是非常好的 所以讓你在球場上的時候 除了你穿進去之後 你的一個舒適的感覺 除了你在走路會感覺是非常軟的之外 你第一時間 其實我第一時間穿進去的時候 會發現 欸奇怪 怎麼怎麼怎麼會有那種 端端端的那種感覺 那就是因為他的一個全腳掌的一個 Zoomail的系列 所以才會讓你在穿進去的時候 會有這種軟的感覺 那所以呢這雙鞋呢 我非常推薦就是你在球場上 是屬於比較多衝籃啊 或者是說比較多彈跳 你需要比較多彈跳的一個情況之下 或者是說你會比較多切入 然後去衝籃的時候的一些緩衝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子 如果你覺得你是一個這樣的類型的球人的話 我非常推薦你去入手這雙鞋子 來試試看 那其實這雙鞋呢 整體的分數 十分來說呢 我會給他八分 那是因為 畢竟他是第一款為他量身打造的球鞋嘛 所以我給的保守一點 畢竟他後面還會有二三代啊 二三四代出現 所以我會比較期待他後續的這幾款 會有一個怎麼樣的呈現的方式 跟一個設計 當然如果你有興趣的朋友 或者是你是屬於跟 West Blue非常相像的球風的選手的話 你們可以先去店裡面試穿一下 感覺一下這個鞋墊 是不是我所講的 你穿進去就會有 彈彈彈彈的那種軟軟的感覺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非常推薦這雙入手